这么多东西 都用好几个月的吧 妈 没用呗 对了 纯净水 纯净水没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了 我们下车 你昨晚跑哪儿去了 我找到你整整一晚上你知道吗 我都快急疯了 对不起 昨天晚上 我想一个人见一起 没事就好 来 答应我 以后不准玩消失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我从家里搬出来了 我们能在一起了吗 我得先处理好和方凯的关系 否则 我没有资格和你在一起 我明白了 我等你 我们 可以像朋友一样 重新开始 好吗 好 我们去里面吧 好 我得去上班了 那我送你 昨天肯定没有休息好 好好在家休息 我没事了 听话 那 晚上我去接你 对不起 我 我 你 乱 我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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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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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今儿我大喜 请你吃大餐 他从家里搬出来了 准备跟方凯离婚 那 今后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你们都听见了 不高兴 你高兴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真的 我保证 真的 你不说请我吃大餐吗 走啊 快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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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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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家里出了点事 我搬出来住了 老爹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 想开始新的生活 可能吗 自己想就能 可是我害怕 害怕现在的生活回不去 现在生活又不知道怎么开始 你还是没想好 离开现在的生活 是吗 要重新开始的人 通常 都是义无反顾的 听到的呀 这一段时间 对 这一段时间 就能并久 就是 有意思 的 有意思 希望 有意思 是 我 希望 进来 爸 苏静带回来的红花茶 说是哑声的 味道也不错 我给您沏了一杯 放点吧 您吃热喝吧 我下去了 小玉 爸有话跟你说 人怎么能不老呢 你妈妈照这张照片的时候 你只有七八岁 那是咱们家最开心的日子 我有时候想起女儿 还是那个时候的模样 所以有时候看到你有些意外 我的女儿这么这么大了 现在还是这样 方总 方总 其实大家都知道 您比徐建博合适 您啊 就吃亏在您亲上 他徐建博有什么呀 不就是靠上边那点关系吗 您就没让乔董帮您想想办法 您就怎么了 没事 谢谢 听说他在外面有人了 是啊 昨晚上可能被他老公打 你看他的头上 这看不出来 看他跟着黄黄静静的 那男的肯定被他老公遇见 那也不一定啊 这谁在外面不是一个两个人 方总 您为什么自己从来不喝咖啡呀 人就像一颗颗的咖啡豆 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被挤压成磨 再经过煮 蒸馏 最后 也就变成了一点苦水 还剩下的就是一堆渣子 方总 您这么说也太悲观了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有意义 你可以往里头加糖 加奶 加伴侣 对 人可以 伴侣 人可以有爱情 有孩子 有事业 这些都加在一起 这咖啡的味道 不就好喝了吗 就是嘛 您想啊 要不怎么还有那么多人 整天忙忙碌碌的呢 这人生啊 还是有笨头的 像您 这经理一刀 赶名 嫂子在给您 申个小总经理 您这人生 哎呀 太好喝了 是啊 我 放咖啡里头 你可以加糖加奶 加咖啡伴侣 你可以随便加什么 可是生活呢 生活给了你什么 你就要得接受 你就要得接受 我没有糖 没有奶 没有咖啡伴侣 除了一点点苦水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喝的 我从家里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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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次 我跟方凯真的没办法再晚回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信任 我跟他之间 已经不再可能有信任 这么说 你准备答应陈锋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 不行 乔伯伴呢 她身体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把她接回家了 她恢复得挺好的 你就别担心了 我知道乔伯伴这次生病 都是因为方凯 也许以前 我还能帮助劝劝 但是现在 我可能越劝越糟糕 对不起 你就别瞎操心了 你有时间上我们家看看我爸 他也挺高兴的了 从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 你是个好姑娘 跟你交朋友准备错 小韩 你知道方凯为什么非要做 心安公司的总裁吗 不知道 会不会是因为你和陈锋的关系 让他受了刺激 明天 就是公司宣布总裁候选人的日子 我爸担心如果不是他 方凯会受刺激的 一定不是他吗 当然不是 方凯自己也很清楚 我现在跟他弄成这样 如果在工作上 他在受挫 他会受不了的 他会受不了的 你还是关心他 你说 如果你现在回家 答应不跟方凯离婚 他还会不会这么看重总裁的位子 你是说让我回去 哎 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我改变不了方凯 如果我能改变他 我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好了 我得回出外社了 你也别再回方凯家了 你苦了这么久 得出来自己找一下幸福 幸福 我现在走到哪儿 都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 在他们眼里 我肯定是一个不到德的坏女人 那就出去度假啊 抛开几些事 等回来以后 一切再重新开始 度假 对啊 去海南 我帮你安排 好好散散心 什么时候啊 明天 我认识旅行社的朋友 我让他给你打电话 我想要上班 别想了 就这么定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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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berry 对你 那个 backed by 出品了 就卡师 原调赛 Ba那那就是特别ặng的 pom DonN 小韩 下班了 怎么还不走啊 小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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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主任 哦 小韩呢 什么事儿 都要下班了 不着急就明天再说吧 好不好 我就耽误您一会儿时间 行吗 说吧 什么事儿 嗯 是这样的 我家里出了一点变故 什么变故啊 我想从家里搬出来住 小韩呢 是不是和你爱人 落矛盾呢 你们可是我们管理有名的模范夫妻啊 好好继续说 管理的单身宿舍 您能不能给我披一个床位 我就住几天 小韩呢 你在管理工作几年呢 四年 四年呢 也算是老同志了 我们管理的单身宿舍里知道的 主要是给那些单身的年轻同志住的 我只是 暂时借助一下 我会尽快找房子的 找到房子我马上就搬走 你的难处我也了解 管理呢 也有规定 原则上是不行的 何况 你住进去不太方便 你在外面 是不是有一个男人呢 风气不好嘛 要再落点陶舍新闻 对年轻同志 多不好的影响 不打扰您了 行啊 我也没说了什么 就受不了了 人呢 总得讲点真善美吧 不能图自己一时的快乐 还在替你爱人想一想 替你周围的同志想一想 好不好 主任 从明天开始 我要修今年的工价 干什么 出去旅游 一个人去 随便你们怎么想好了 喂 下班了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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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要哭 我每一天都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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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有事吗 没事 就是问问 你回不回来吃饭 回来吧 想吃什么 我现在去买 小王不在家 县里就我一个人 我回来 您别忙了 我去超市买菜 开心点儿吧 我们再去趟超市 去超市干什么 再采购一点东西 欢迎光临 哪种洗发水好 洗发水哪种好 很多都很好 那你用哪种 夏萱 你多久没来超市了 我有一阵了 这么多东西 都用好几个月的吧 那不用呗 对了 纯净水 纯净水没拿 就是 鯰在别长 上面 有一条 就好 洗手 停 整 到了 我们下车 来 到了 你家 我家 以前是我家 现在是你家 里面东西呢 也有一些 加上今天买的这些呢 都差不多准备妥 OK 这个锁是新换的 现在两把钥匙都在你手上 你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如果你不欢迎的话呢 我现在就给你走 那 你 我 就录音棚呗 大 嗯 要不叫萌萌回来陪您住 好不好 没事 我一个人 过些日子 也就习惯了 要不这样 以后啊 我每天下班都回来给你做饭 陪您一块儿吃 来 放开 咱们家以后 就是这样了吗 各位 你们做洋鸡 你请给他帮忙 发挥专致 咱们家 咱们家 还要不要 我已经就突然有钱了 我了 咱们家 看这边 这个硕大的阳台呢 能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 当然了 我的录音棚 如果你眼睛好的话 也能看得见 看这边 这个厨房呢 就是平常做饭的地方 锅碗漂盆一饮俱全 想做什么都有 来 把东西给我 这边有个伟大的音乐盛典 全世界所有的CD 都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还有这个鼓 这是我收藏的 当然最重要的啦 还是这张帅哥图 你想我的时候 不想我的时候 都可以看一看 想看的时候 不想看的时候 也可以看一看 是会有好处的 还有这个 可爱的性格 这个倒是冲动不 轻松的工作间 在这里呢 你可以不想那么多 可以暂时地放松放松 在隧道的那边 是你的卧室 你可以安静地睡觉 trust me 不要 我必须得说你了 你说我做这么长时间 你也不捏我走 我 我也不好意思说 真不好意思 我得先走了 陈锋 对不起 你说什么对不起 对不起你的是我 在你家做这么久不说 把你们家水也喝光了 是不是 你在这儿我心里踏实 明天你下班我去见你 走 非得让我猜中吗 别让你别送别送 你就那么客气 你再客气我急了 真是 你那以后让不让我来呢 这是你家 知道吗 你就踏踏实实地 安安静地睡觉 洗个澡知道吗 随时跟我打电话 你这样客气我以外来不来了 我嫉妒这儿的蚊子 别送了 千万别送了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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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눈 串串哦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怎么这么晚不回家 对了 这个得劳烦你一下 这两天呢 我得睡在这儿 不会嫌弃我吧 行啊 不过 睡沙发 就睡沙发 你以为我还能睡睡睡睡睡哪 怎么不会嫌弃啊 小韩住呢 他家不是住那个商城吗 然后 他从放开家出来以后呢 就没地儿住 我就让他住那儿 现在在找房子 找了以后呢 他搬过去 然后我再搬我家住 那你放心让他住着吧 反正现在找房子 也还要再花钱嘛 你就让他住着吧 你回来去沙发 我不嫌弃你 哥们儿 谢了 我睡觉了 实在受不了 滚死了 你帮我把灯关上 啊 啊 那 小韩 我没打扰你休息吧 你睡了吗 今天晚上 只有我和爸爸再见 我做了饭 也少了你爱吃的菜 可惜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每一次在家吃饭 我都会为你摆上一副碗筷 小韩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没有意思的 我知道 你现在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 也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可是小韩 我想你 有你在的日子 我觉得一切都有判断 可是我现在 什么判断都没有了 好了 你如果不想跟我说话 就不说了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什么时候都可以 好吗 再见 爸休息了 他说明天要去公司开会 所以今天得早点睡 牛奶 刚刷完牙不喝了 刷了可以再刷吗 疼你还这么多事 喝了 苏静 嗯 要是有一天你不理我了 不对我这么好了 我该怎么办 你怎么又胡思乱想上了 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要是我犯了错 我找你生气了呢 大不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要是全世界的人都不理我 都说我是坏人 你怎么办 小傻瓜 这有我在你身边 什么都不用吧 嗯 呦 单位来了电话 你先睡吧 我出去接 嗯 嗯 喂 没有打扰乔小姐休息吧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 看来乔小姐是睡了 没关系 我直接去问乔董 有话你就跟我说 好 挺爽快的 那咱们就有话直说 不是让我听消息吗 再过十个小时 集团就宣布任命了 好消息坏消息 都该让我知道了吧 我怕已经睡了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应该去主动问问乔董 我拜托你这么点事 你都不上心呢 我会想办法的 你不想也不行 要不然的话 明天就是你在自己家的最后一天 我不想两白俱伤 晚安 大半夜的什么事啊 明天的采访时间改了 到时候我直接从家走 现在当记者也这么折腾人 咱不干了 说得轻松 不对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没事 没事 睡吧 睡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吗 谢谢 今天你这个样子 让我想起我们在身上的时候 睡好了吗 挺好的 挺好的眼睛怎么还肿呢 晚上有水喝多了 走吧 可以上班了 穿不下去上班了 那你不能一辈子躲在这不出门吧 去吧 可以 可以 爸还没请呢 你去叫一下他 进来 爸 我马上下去啊 今天集团宣布总裁人选 对 您不要去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该来的就叫他来吧 我一个人顶着 反正我也是快退休的人了 在那儿待着都是一样 把家就留给你和苏静了 爸 就晚一天 晚一天 方凯就不纠缠了 我来想办法 你的办法 你的办法只会越搞越乱 我不让你去 晓忆 晓忆 爸 快开门 您不去 集团就宣布不了 那明天也会宣布的 你快开 爸 您小点声 苏静还在下面呢 嗯 爸还没起呢 嗯 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不错 刚醒 今天我送他去公司 你就别管了 你今天不是有采访吗 没事 悟不了事 你赶快吃 吃了你先走